我和我男朋友从恋爱走到结婚 历经了千辛万苦 我爸妈是各种阻挠 各种看不起我男朋友家 可是我就认为 我男朋友他们一家人对我非常好 而且我男朋友不仅能吃苦 而且还能干 对我平时的无理取闹 他也都会万般呵护和忍让 每天都把我宠得像个公主一样 因为我的学业不好 所以我高中上完就下来上班了 我男朋友他跟我的情况也差不多 我们是在一家饭店打工认识的 刚开始的时候 我对他没有什么感觉 有一次饭店组织一次外出旅游 正好那天下的大雨 公司的人都淋了雨 我从小体质就比较弱 那天雨下的也非常大 然后我就意料之中的发烧了 那次去旅游的人全是同事 没人愿意过来照顾我 我那个时候虚弱无力 就连上个楼梯都非常困难 这个时候他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在外旅游的两天 他也没什么玩 就一直在宾馆照顾我 让我觉得非常温暖 渐渐地对这个男生产生了好感 从旅游回来后 我和他的关系就变得非常好 每次他都会给我带早饭 时常也会给我一些惊喜 我也明白他的用意 这让我慢慢地喜欢上了他 情人节的时候 他带我去吃了一顿饭 看了一场电影 电影结束后 他就问我愿不愿意做他的女朋友 当时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他欣喜若狂地把我抱了起来 并发誓会一辈子对我好 这一刻我也感觉到了爱情的温暖 日子就这样平淡无奇地过着 一转眼都已经过去了两年 我和他也都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这个时候家里人也逼着我相亲 可我跟家里人说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我爸妈早上去调查他们家的经济条件 发现他们家非常贫穷 所以我爸妈就万般阻拦 不让我俩在一起 后来我也是一死相逼 各种要挟 父母没办法 才同意了我们两个结婚 结婚的时候 我父母什么都没要 这一切并不是说我父母人好 是他们家确实穷 根本就给不起彩礼 就连结婚当天 我父母也是冷嘲热讽 觉得我跟他会穷一辈子 可我认为一切都会好的 我坚信 只要努力就能改变未来 结婚后 他家人对我还是一如既往 长得好 让我觉得我吓对人了 不久后我就怀孕了 因为结婚后 我们两个人还是在外出房子上班 当他把我怀孕的消息 跟我的婆婆说 我婆婆就从老家坐火车 赶到了我们这边照顾怀孕的我 婆婆家离市里远 坐车到了之后 已经快中午了 他来了之后 我们准备赶紧吃饭 没想到 他却慢慢地 从他的那个大布兜子里 掏出一个塑料袋 然后打开塑料袋后 拿出一扎钱 你们结婚的时候 我和海他爸 没能力给你家彩礼 现在我们家有几努力 被国家征用赔了点钱 我都拿来给你了 你们要好好过日子 如果我儿子欺负你 你就和我说 我听到这些泪如雨下 并把这个事告诉了我妈 我妈也第一次 对他们家笑了起来 很 smile 鉄塔 吻 known 有